我叫陈嘉轩,今年已经22岁了,如果不是因为新冠疫情的爆发,我现在应该已经毕业了。 2018年,我来到了澳大利亚,那年我19岁,因为学校宿舍没有位置,而我也没有认识的人可以合租,我选择了住在寄宿家庭。 第一次从学校回到寄宿家庭,我就迷路了,花费了整整三个小时才找到回家的路。 幸运的是,我遇到了一家非常好的寄宿家庭,他们对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,陪我度过了那段迷茫的日子。 后来,我结交了一些大学朋友,我们一起合租。 异国他乡的日子,我们五个朋友相互慰藉,一起度过了大学这几年。 我们会为了省四刀的交通费,提着16斤的东西沿着路走40分钟。 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,我除了上课时间,我还找了一份兼职,赚取自己的生活费。 我会为了拍摄一部定格动画,从早上7点一直拍到晚上10点,哪怕四肢被冻得僵硬,也坚持拍摄。 为了剪出一部好片子,我曾在座位上对着电脑一直做到天亮。 也曾经因为自己没有时刻保存的习惯,而导致自己辛苦了好久的成果,一瞬间消失。 这些经历使我变得越来越好,也促进了我的成长。 在我看来,留学不仅仅是得到一张文凭,还是一场自我寻找的冒险。 一国留学更是成长的催化剂,教会我们辩证、批判性的思考问题, 独立生活,包容不同的价值观和更加热爱自己的国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